喂 您好 哪位 喂 奇怪 怎么不说话 不说话就挂了 病情都静谈了 你看见没 鲁思成 你别说话了 我的病 喂 杨阳 是我 喂 我在你基地门口 你能不能出来一下 什么基 基地门口 嗯 把完不让我进去 你怎么突然来了 你等一下 陆月 你过来帮我打完 我有事要出去一下 嗯 好 谁啊 简阳 她跑这儿来干吗 我怎么知道 诚哥 诚哥 我估计就是你那一句 床上缩缩发抖啊 再做哥哥都是不会抓住你的 以后要CK战队打野和ZGDX 中单在比赛里面表演一波中野联动 就拉闸了 可以啊 这弹幕挺丧啊 闭嘴 是 谢谢 不用谢 你女朋友出来接你了吧 嗯 这天也黑了 你先进去吧 就别让她走太远了 啊 谢谢 哎呀 老贵 这个事我根本不知道 你看童谣她也不来 我这 哎哎童谣 来来来来 艾佳 你怎么在这儿 等你啊 嗯 我就提醒一句啊 俗话说得好 好马不吃回头草 前任男友不能搞 某人说过的啊 绝对不和电竞选手谈恋爱的 行了行了 知道了 不和好 不和好 和好什么 但是她喝醉了来了 我总得把她弄回去吧 不然到时候说 CK家打野 死在来ZGDX的路上 这喘出去影响多不好 行吧 那要不爱家陪你去啊 这关我什么事啊 我不去啊 我不去 你说你顶什么用啊 童谣 哎 老婆 待会儿啊 我跟你直播 特别有意思 你来干嘛 简阳 你干什么 我去你 大人 你 你放开 你放开 小点声 等一下我回去跟你说 你喝酒了 你是真的跟陆思诚好了 好什么好啊 他直播的时候 不是都解释清楚了吗 你不会就因为这件事 打车穿过大半个深圳吧 如果你是来八卦的话 你现在可以叫个滴滴走了 慢走不送啊 那他为什么在直播间里 说那些阿美的话 带姐走啊 现在整个专组都在说你们 说什么 你们在一起了 我每次感觉看到这些 我都要疯了 那是队友开玩笑 再说了 关你什么事啊 简阳 我觉得 我之前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你说清楚什么了 咱们俩 算了 真的 之前那段时间 不是挺好的吗 你打你的职业 我上我的穴 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 怎么我一打职业 你又来劲了呢 我不是来劲 那你 也得给我一次解释的机会吧 那 我之前骗你是我不对 我也是害怕你多想了 才不敢告诉你的 我是真的什么都没做 喝醉以后我就直接回去了 你要不信 你可以去问好一来他们 我干嘛要去问他们呀 再说了 一般的情节 不都是酒后乱性吗 那电视剧里不都是骗人的吗 喝醉料哪还有力气做别的 喝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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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来自不知名路人的举报 贵队中担月归早恋 恳请队长出击 将其就地正罚 OPL是梦想之地 绝不鼓喜仰间 他们抱上了 我瞧 这是闻着心痛清晨流泪啊 跟你去干嘛 买糖去 有遗传病是爱吃糖 买回来看 什么啊 瑶瑶 大珠 童阳 我叫童阳 童阳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不好 我真的不是有意伤害你的 之前你不打职业 你不了解 现在你也在这个行业里 该知道有多不容易 生活暴露在粉丝和媒体的眼皮底下 想要保护好喜欢的人 真的很难 我之前不愿意把你暴露在粉丝的面前 是怕他们伤害你 瑶瑶 我赏你 我太赏你了 我做梦都希望有一天 我们可以一起去总决赛 你就在台下看着我 当我碰见那个奖杯的时候 我就会跟你求婚的 简阳 你还不明白吗 现在我可以自己的 诚哥 买糖 没带钱 给钱给我回去给你 现在不都用支付宝吗 有有有 给 对了 你们弹琴摔耀没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我有必要 再客观陈述一下事实 第一 总决赛这矮子确实要去 不过呢 他是自己要打比赛 估计没空坐在赛场下 看你们战队比赛 第二 今年的奖杯上已经刻好了 ZGDX的名字 皮肤选妖狐 谢谢 我说完了 你们继续 所以你来找我 到底想要说什么 是不是 如果一开始我没有打职业的话 我们就会一直在一起 简阳 你还不明白吗 不是因为你打职业 导致我们两个关系的终结 是我自己 是我自己 从一开始 你就没有把我当成 可以与你并肩同行的人 或是同一位置上的人 你有你的梦想 我也有我的目标 根本无法步调一致 所以简阳 我们不合适 我们哪里不合适了 瑶瑶我们一切 不是挺好的吗 简阳 那今天就先这样吧 你喝多了 我送你回基地吧 你这样子给粉丝看到也不好 走吧 那我们现在算什么 朋友 那如果 还是朋友的话 你先帮我放出来 什么 黑名单 黑名单 好了 不过如果你以后 还是要说奇奇怪怪的话 我还是要把你加入黑名单 什么奇奇怪怪的话 什么求复合 看着你发光发热之类的 好 好